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31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出报点评节目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现在中共国内没钱了 习近平瞎折腾 这十多年挥霍民旨民稿 搞一带一路和美国争霸 把民旨民稿都倾斜到了军事设施 和美国比拼 又要武统台湾 又要这个中华民族要复兴 东省西匠平时时期 反而是全没少折腾 结果造成了呢 连这个退休人员的这个 生活补铁都发不起 给大家看看一个小视频 刚刚收到的网友们 大家看看是什么地方发生的 你好 有什么大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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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人大型一千两百名 退休之功 生活不知 在辽大的门前示威邀请 我再规划一遍 放的不太清晰 我也不会专辑 我的母校 是我们的大牌子 来 赶紧 今天就 这有一个红薯 辽民当前1500年退休之中 要求生活补贴 我不太懂他这个生活补贴是指退休金吗 如果退休金都发不出来那麻烦了 之所以涌到学校门前 个母校的门前 因为这些人都和我年龄差不多少 如果是退休金可以发出来 生活补贴是什么是指什么 我不是太了解 反正是1500多名 那证明这个群体很大 很多人就是晚年生活没有保障 看了以后很心痛 他作为一个辽东大学的校友 我代替他们呼吁呼吁 是吧 因为这个不是因为我个人 因为我个人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 是吧 在加拿大公民 18岁之前你什么都有 60以后也基本上什么都有了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就是公平 有了这个呼吁 留下的家底很厚实 应该是把这个家底留下来 帮助自己本国的老百姓 首先发展这个福利事业 多做好福利 也就是医疗保险 劳动保险 因为说你想像我这个年龄 咱们这些同学 你让他重新回校 在毕业 在就业 在工作 已经没有机会了 人生就这一次 对吧 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年代了 他们现在就需要什么 社会帮助他们 安度晚年 你像我大学同班同学 据一些可靠的小学 已经有两个同学过世了 过世两个了 也就是说这个来日无多了 晚年你说图什么 就图这个安稳 小孩比较孝顺 是吧 比较尊敬父母 有出息 那么老人的身体没病 到点就领工资 是吧 工资不多 但是够花 到处走一走 这是最好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希望他们闯祸 他们也是没办法 你想这个一个人很多 1500个 另外呢 这个这么大年龄 跑到校门口去 而且是天气很寒冷 对吧 你看后边这个学校这个牌子 我看了以后 我不是极油心的 已经不是我原先大学毕业那个牌子了 这个牌子肯定是后来建的 是新的楼牌 以前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好的楼牌 院墙也没有了 好像 但是这个楼 后边这个楼房 好像还存在 还是原来这个楼 不管怎么样 这个是不能说是凋燃 预期金油灾 叫只是朱延改 现在是什么真实 我跟你讲 是颜色变了 什么变了 就是这个政权 不是帮助这个老百姓 每天都在这和美国挣老大 浪费这些老百姓的 就许汉钱 你看现在每天军机到这个台湾海峡来 搞些民营堂 每天都有 几乎每天都有 有什么用的 你讲讲吧 台湾现在已经 两千三百五十万老百姓 已经通过民选的方式 一人一票的方式选择了爱卿得比总统 对吧 国民党太平偏向 民意给国民党在立法院的 这个协议这个21起 多于民进党 那就说明他这个 目前台湾这个民补制度非常公平 谁做不了大是吧 都要接受监禁 那你中国为什么不学习 一学习开放党禁报件 国家不就统一了吧 你整天瞎折腾了啥 折腾完了以后 这个党都羞腾了 连这个辽大的同学 这个生活补贴都哪 还有脸去补统台湾 解放台湾 台湾用你解放啊 你像加拿大用你解放 你到加拿大来看看吧 我跟你讲 加拿大社会福利啊 是非常好的原因是什么 我来这十多年了啊 已经加入加拿大国籍 我就觉得他最主要就是民主和法治 民主就是选票选领导人 你要想当官行啊 特鲁多愿意当是哈尔布人 官司愿意当选的 选上就当 另外就是法治 法治是独立的 不会党领导啊 是司法管党 不是党管司法 所以这社会才 国泰民安 生活稳定 当然他有他的问题啊 也有腐败的问题 我听说有些家属 也是控制一些生意 人性就是腐败 我给你讲都贪 但是呢 他有制度来治愈他 你看中国 这个税收很多啊 税收哪去了 比如这个同学们 这个收过补贴都不知说啊 看了后令人心痛啊 这是我的母帮啊 我这个是也是晚年了啊 一个是向这些同学们表达一种 就是这个这个关切 我看的消息 我很震惊啊 怎么会这样 另外就是 就是希望有关部门 尽快给他解决 解决他们晚年 这个生活里的问题啊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更多的新闻 今天美国之音 发表的一篇文章 非常重要啊 因为中美关系 越来越紧张啊 给我的感觉 大概率是逐步的走向呢 有冲突走向 这个地位 有可能发生战争 你看 这是发广的消息 美国又点名 涉嫌帮助中国军方公司 他将一名美国官员 周三报告说呢 美国又将十几家中国公司 先加到国防部 制定的名单当中 又开始制裁了 又升级了 对吧 该名单列出了 据称与中方合作的事件 你看今年还有一个消息 讲中方和美方 现在有合作 上一场没讲了 也就是王小红 送到网友的消息 很详细啊 洋洋万言 王小红呢 就是接见了和这个 他以国家国务委员 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的审议 会见美国总统的一个副助理 白宫国土安全事务副助理 达斯卡尔 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叫 禁毒联合代表团 宣布什么呢 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正式启动了 给大家看 这是今天这个很大的消息 你看这个消息 给我们感觉是中美的回暖关系 但是今天另一个消息呢 还有一个照片 你看 就是委员会这么多人 就开始什么呢 主要是生态理论 所以能和习近平部达成协议了 但是这边呢 还是制裁 经常制裁 这应该是商务部的 是吧 这说明什么呢 美国在履行 他们的承诺 什么承诺 该合作的合作 该竞争 其实就该斗争 该斗争 是吧 我们先看斗争这一面 这是法国报道 它说五角大楼 谴责那些涉嫌 帮助中国军方的公司 请上榜的公司 包括什么 存储晶圆制造商 长江存储 这是搞芯片 人工智能公司 叫矿司科技 还有激光雷达 制造商贺 载科技和科技公司 东方网利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 还是价底很厚实 有很多公司 杂七杂八的 可能都有省市都有吧 路透社今天报道 虽然被列入了 第120H条 但并不涉及利息净利 可能有些不能马上制裁 但它会给指定公司 带来重大的生育的风险 并向美国尸体发出 严厉警告 提醒他们 与这些公司 开展业务存在风险 就告知这些公司 已经被美国盯上了 如果你再跟他搞名堂的话 下一波可能叫制裁 这一次才麻烦 你招号不能动了 我是开玩笑的 并向美国尸体发出严重警告 它还可能增加财政部制裁这些公司的压力 有可能还要采取制裁 此外 24年国防授权法 在清单上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根据该法805条 禁止美国国防部 在未来几年 与任何指定公司签订合同 就有些公司啊 和他发现他的军方有勾兑 中国军方有勾兑的话 但有些信片 芯片可能就不给他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路透社讲 中国驻华盛湾大使馆 有立即回应请求 为什么不能回应 他的请示习败呢 跟中国权力高度其中 你看今天五大班子 连这个全国最高人民显察院 最高法 国务院 人大 这些都要向习近回报 习近平涨三头六臂 他也处理不了这么多事 是吧 何况他本身 招招错 所以这个是 很负面的消息啊 无党派捍卫民主基金会 高级研究员 叫科雷格 新格 这是美国的民间组织 美国就是这样 你有几个人就可以搞组织 进行几个民人 然后就申请敬畏 是不是啊 你就会发表观点 他是代表民间的观点 他说美国国防部 更新的120H清单 凸显了中国对其军民 融合战略的加大能力 什么叫军民融合 军管了呗 所有的部门都军管了 是吧 军民如何从西云上来 一三年就开始了 当时我就说 那什么叫融合 那不就是 任何部门都派一些 不对的人就给他们把持 要怎么他能不下来 那不就张有侠指示吧 对吧 他就讲 他说据他指出 一些中国企业呢 试图从这个该名单当中出名 一些中国企业试图 想从这个名单下来 周三加入该名单的其他公司 包括什么呢 中国三峡集团公司 这属于水利部的 如果我们讲错的话 应该属于国企 超大国企 中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这应该是建筑部的 对不对 还有意图网络科技公司 不知道哪个部位 反正都是国企吧 超大型的 这都是国自为的 美国也在此名单中 加入了中国航空工业机场公司 就中航 就是科技 航天部 航天部表 是吧 还有华大基因公司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 大家都是原言不足想说 不是江泽民的儿子的控制 其实不是啊 现在现在是国企 超大国企 能源公司 还有这个中海 中海油 就石油部吧 石油这方面的 还有中国铁建 铁建和铁道部的 就中国各个部门啊 都有这个 这个 一些企业 这些企业绝对厉害 因为它这个盘子大呀 是不是啊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消息 上一场不是讲到呼吸器不是 得到指示了吗 中国股市有人逞 然后马上买股票 是吧 又加仓 他也承认了 他家人肯定不同意再投 他老婆肯定讲 就这么两千穷得着什么 哎呀 你知道什么 你往里投 股市绝对好 我是有信息 投进去了 是吧 回来了 才一万的块钱 他投六七万是吧 开始赔了 结果怎么样 又跌下来是吧 你看 今天有点文章就讲这件事啊 他就讲什么 中国这个国家支持的投资者 国家队 纷纷的涌入了支持公司 但分析人士表示 不买模式 只向所谓的国家支持的投资者 就是国家队 其中一些人 最近表示他们已经成为买家 就是你买的股票 都是这个国营企业人 是吧 这个意思 就标本 标准普尔 全球市场情报公司发信 截止1月26号的一个月内 超过170亿美元 流入了追踪 护身300指数的四支 在中国注册的交易所交易资金 研究发现 这有标本普尔500人数 就会吸引了更多资金流入 接受了约200亿美元 而现在没有任何离案 护身300指数跟踪器 吸引了预知相当的大量买盘的 高顺表示上周国内 ETF流入量为2015年以来最大 他就讲的股市现在异常的变化 这个股市不正常 股市应该是你自己决策 他现在做什么呢 国家行为呢 是吧 按照国家的指示去承 这肯定不能常给 当然国不超股啊 股票讲不清楚 告诉你们 这种方法呢 表现了习近平和李强 他们不懂经济 不整 整来整去 你不可能把经济整上来 那么关于银行 这个纷纷破产的事 上一场没讲完 也就是这个 以前这些村镇银行 一些泛人称载 也就是基础 就是基层 各个省市之类区 不都有农村吗 农村都有乡镇 乡镇乡搞了好多银行 有一个消息 自1月31号最新报道 这是万维网 在越来越多的金融压力 继续要出现自己 中国正展开银行业 最大规模的政客 将数百家农村银行 合并为地区型银行 这就证明他们撑不住了 也分分老百姓 挤兑说 前村那种打水边了 说是闹 怎么办 你们别闹了 滑了滑了 全体也变成国家了 是吧 变成一个什么呢 他说 他说是自2022年以来 在至少7个省份 对农村合作社 农村商业也好 进行整合了 因为他有两块 一层是农村合作社 和农村商业也好 你不管是什么部门 都是那些 优质有权 能打能闹的地方 那些这样讲吧 一些有头优点人 他们搞 对不对 比如和曾党这个书记 和这个过去公社 书记 那不是啦 叫村 还是什么 这个镇 把党委 党委书记 所以这些人 他的三线就不高了 搞去了以后 他有些人狡猾呀 他把老百姓钱打了以后 承诺利息很多 就比那个国营银行 像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比他们要多 才有人往里存 那老百姓农民 文文文文化呀 他傻了吧唧 就把钱存在这 送到这里来了 这个人不就是这样 财迷是吧 大家一鼓动 说你老王 你没去呀 又好事啊 又新开个影响 那个刘叔 一台小舅子搞的 哎呀 说这个利息多 就去了 对吧 钱都存起了 完了 他就得取了钱 因为人就是这样 他没有别的来源 他也不能投资 说哪里 往哪里投啊 另外投资 他那个额也能 需要大呀 所以这次 睡到千家万户 就这些人被骗了 然后他小舅子 肯定是有信息 人拿着钱以后 他没认真经营 说他就 转移到海外 来这边读书啊 就业在这边买房 买地 他自己过得挺好 连银行都可以 可以就跑了 跑了书就得要一妈 这是跟我一点关系别有 哪去了 我小舅也不听我的 哪是我小舅子 假冒我小舅子 就这道东西 是不是 当这是老百姓 民怨最狠的 就上网了 上网了 警察就这样 抓回权 送到监狱了去 怕了以后人再告 结果就是 越来越社会不问题 研究一下怎么办 划了划 全贵官长了 都可以整在一起 地区新银行 他在执政 他举例是七个省份 政策制定者将 对应 对6.7万亿美元 你这个多大 6.7万亿美元 行业的风险 确定为今年的首要任务 进入崩盘了 乖不得西 已经把他用各什么 自己去 把老子去到北京去 让他们用中基 北这个立线 这下来让他们干什么 不要躺平 要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就这些人 他的家族 365 其他不 华大爷 把钱骗跑了 是不是 谁敢做 谁 坚守自刀 就是怎么能处理 没法处理 我跟你讲 他说这意味着 另一波整合浪潮 正在席卷全国 完了 我跟你讲 下一步麻烦了 过去几年 中国银行业 受到一些问题拖累 其中包括房地产市场的 不断下滑 和整体经济脆弱 截止 二年底 农村合作体系中的 2100家银行的 不良贷款率 为3.48% 就想下写 下次人 你银行投资 你银行利息 比如说你老板 要钱放了 有利息 利息怎么来 利息那不就是 你银行在放贷吗 投资在做事 做事挣了钱 一定要高于 那个利息才行 就我说数学不及格 我和习近平 一样小学生 我都算出这个账来 对不对 你就想你做什么生意 能赚3.4% 你给我讲 听明白 你吹啥 你投资建工厂 我真是很多老板 头三年才能回本 一般来讲 你看他 他的不良利 不良资产率 贷款率 3.48% 完了我影响 是整个行业的两倍多 都是虚的数字 实际比这个严重的多 我跟你讲 智库上海 亲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 这个就不是民间组织 也是关于拿拿钱 养的一些知识分子 就分析这一事 他说风险最集中在小型金融机构 因为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赖行 工商银行 他有人看着 一些这就糊整 你知道吧 都是这些 基层的小习近平最敢干 就看 当你到美国去 你就知道了 力度的华日买方 那钱都拿来的 不都是这些利益集团出来的 是吧 因为他钱方便呢 老百姓存点钱 他自己就 把一张子转了 那个圣地牙这个去了 他把旧热认 就买着豪车 就塞起来 踩着豪车的时候 他再不管了 不行 不行跑了就完了 是吧 他就是这个势力 所以整个烂套了 这很大的一个事 他说 因此中国正以 更快的速度推进改革 因为他说 中国共产党 他最大优点什么 他自己认为就是效率高 因为他全力集中 攻击法师一开会 就开始了 那你刷这个钱怎么办 他得有效益 对吧 你不能印票子 他说 解决风险的办法 是集中通过病毒 从手 兼病从手 这个玩家就陷入了死局了 他说早在 他此事在政治上 也事贯重大 二年河南省 有数百人走上街头 创意几家村镇银行 数十亿美金的金融杂列 现在也没抓回来 叫做清理 对吧 说早在2019年 就预言中国地方银行问题的分析师 有个分析师 杰森 他说呢 农村合作是 合作是 可能是整个中国 经银行体系 最不透明的部分 这个不是不透明 它监管最差 你就像农村 你还不知道 哪有什么法律 那不就是 党支部书记 在那村子里的螃蟹横子走 对不对 你去采访 就知道 大的党支部书记 素质都很差 楼大的字 字不识一炮 那个在改革开放年代 那个 咱都不知道贷款是什么 回事 就借钱都不敢借 我记得那时候都号召 借钱 就找那个乡镇企业 那个乡镇企业的老板 刚开始是武器小工厂 是吧 后来就乡镇企业 有些没有文化的农民 甚至有的是一只眼 还有的都是 披头散发 你不知道他都 纯朴到什么地方 你纯朴到什么城 你也可以讲 是可以讲 他傻了把握 是吧 你就想 那李贵连 我是说 他都没有文化 他字都都不会写 他还是真的 那个 他就 他老公 祥林会写字 你看你要 签字 大洋 创世 就那个 样本 画册什么 上个字 叫李贵连的字写 挺好的 老公写 我从来不编公司 他就没有文化 大手队长 他先生是民兵连长 对不对 但是他特别的有战略养 那老太太有水平 就是敢干 贷款 刚开始贷款 他都不敢贷 贷款是什么东西 完全能还上 打了大行 咱先画了再说 先拿了再说 他就敢贷 所以发展起 好多都是这样 有的贷 从贷那天开始 从来没想到还 反正再还不上 每一天都还 然后 在这家银行 贷一千万 到那后再贷一千万 就天天贷 慢慢还 叫拆了东墙 补锡墙 天天中午 大厨 哪天不失 连这个什么 检查院法院的食堂 都是他们赞助的 那我 大连那些 干警区 那些民营企业家 刚开始叫乡镇企业家 这么讲 99%都是这种 都靠这个就是 群贿受惠 这一套东西 发干钱 还没想到能赚钱 怎么赚了钱呢 这次一瞧了 他们贷的款 以后不都有厂房吗 买了厂房 比如建工厂 生产红砖 别说 根本不挣钱 挣了钱 发完工资 吃完喝完 就这么靠到年底 再贷款再整 还有其他工厂 什么仓储的 运输的 粮油的 不管什么都大同小异 但是他们有 特别运气在哪里 就那个年代不改革开放吗 他把这个大连宣传的好啊 一张亮丽的名片 加上这个 宝贤来这么一股道 知名度高 都纷纷来投资 来买房买地 哎 就他所在这个工厂 占这个地皮 以前的地皮 是白捡的 那也是要 一片一片 你想农村 我不知道 你当时有个脑 你在这个地方 你整个绳子 拦一拦 你花个这一两千 就是买一大片地 有的人不就有头脑 就买完了 对不对 那个象征企 就为了建工厂嘛 他用一个院墙 比如说搞二 搞个墙 来上 一下子 都空着 甚至里边有养猪养羊 他说他宰羊 宰鸭 吃 鸡蛋 什么都有 对不对 哎 这一升值 外商来了 外商打西藏领带 一切手 这是日本的 这个谁谁 诸事会设 谁谁 给你几个礼 哎 那台湾也来了 摇摇晃晃的 实际来的人是 卡普林朝战争 就是寒战的时候 俘虏 俘虏不因为 去了台湾了吗 共产党 说不是叛徒 这俘虏 你投国民党 那不是叛徒吗 哎 独子群就回来了 老板说 在台湾 开绸缎厂 赚钱 来了 会买地 买地 他一下 看好这地 多钱一平方米 你说多钱一平方米 这老农民 像他白捡那地 他的亏损 赚了钱 银行那么多钱 还不上 就生怕别人 不投资 讲这地方怎么好 你看 哎呀好 这都绿水青山 大连那些乡人企业 不都是靠海边 是吧 这样吧 一百块钱一平方米 哎 你家高兴会了 能再多给点 一百二十 再给点 再给点 二百二十二百 其实二百 你想再变地 是多少钱 一平方米 老了 他们再这样 往下周转过来了 所以我去采访 接了好这些 那个那个 乡人企业老板 高兴会了 因为咱们那些年代 不就给别人捧臭脚的 记者不是吹牛皮 人家就给吹捧是吧 那你下去以后 他们很好讲实话 哎呀 就这改革 这一开国人 就是招上你资 一下把上赵来家了 这一下行了 一下翻身了 就以前这些银行钱 全部还上了 还上以后 还有富裕 你想这多厉害 然后他再一点发展 一点的有文化 他开始有了钱了 他批秘书 都打学生了 哎 一点的走向 就是现代化 就开始懂了 风险是吧 再贷款再想 哎 这贷款 怎么还 怎么还 就被研究了 是吧 发展起来 我是讲 这个事给你们过去 就知道 中国这村镇银行 是怎么回事啊 村镇银行 就把持在这些 当地的党支部书记 党委书记 就这也是力气 他手里 他的三七六五 家族化了 我就跟你讲 所以这苏果一家银行 现在如果这下 他讲 开始合理 那就证明 他经济崩盘了 没有招了 一个是什么 刚刚讲到了 就这些人有了钱 他的孩子 不都是大黑眼前 早早那些书记 厂长 就是孩子 都留学到海外 留学海外 在美国 加拿大 全购上房产 你现在很多 都是那时候的人 你现在到哪 商场会走 走走道 后排这时候一排 老家 小家 怎么在这了 到底是小家 那边就认识了 林如天 大哥 你怎么到这哪儿来了 哎呀 我孩子不是 你不知道吗 哎 想起来 当年 你们就先认其大老板 你的儿子 是吧 留学 就是加拿大 原来在这 那天上 那天我一个商场 看到有个人 都老了 但还是认出来了 哎呀 拧着招 要到我家 来 我给你看看 去看 是吧 我不相信 讲了 都是这样发家的 一看大赛一包几套啊是不是 那怎么怎么会是 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收益者 是不是 我这讲什么 就是银行的时候 一看就看明白了 如果真像他这个讲 这原本上讲的 数百家开始合并了 这就正问题大了 他没办法解决了 集中起来 由政府开始实行 统一管理 然后下一步就是军管了 闹闹他就抓你 说了就地就给你逼的都有可能 我就给你讲话 然后他不就划了划 全是军共产业 向战争倾斜 我说他为什么有可能 他挑起战争 他只有把战争打起来 他才能解决眼前所有这些危机 否则没有办法处 怎么处理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今天最大的事件 你们要知道就是台湾这件事 就台湾抗疫中国取消 M503航线在海峡中线 西侧分析的问题 你可不要以为这是个小新闻 你看北京 专家怎么讲 北京发动法律战 意图抹去台湾的存在 给大家看看 这怎么回事 怎么叫这个线 你们看懂这个线 你要在空中行驶 就空中里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是有路线的 对吧 你看这篇文章讲 美国新闻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二 1月30号 对中国民航局宣布 将取消M503航线 原本在海峡中线天西边运行的措施 表示抗疫和强烈不满 据称此举罔顾飞行安全和蓄意制造两岸不安 专家们讲 中国在台湾中国大选后 对台湾加的施压的一部分 试图以法律战 抹去台湾的存在 这就等于一场战争来临之前那些铺垫了 是不是啊 原因是什么 深层次 你表面看是因为台湾大选 深层次经济也扯不下去了 我给你讲 我真的 因为他只有打仗 你看打仗了营养经济 不是我领导不好 对不对 利文尼都没有钱了 所有钱都是国家 对吧 这样战争倾斜 是不是啊 你看 习近平这个动作非常大 我跟你讲 他讲到中国民用航空 星期二30号在一个优化M303航线运行的宣传中讲的 从2月7号开始将取消原来的503航线自北向南运行的飞行偏制措施 后续民航局还将启动M503航线W12还有W123全节航线由西向东运行提升空域运行的效率 这都是表面讲 所以深层指缘也是准备要打仗 挑衅 谁就是挑衅了 台湾民航局星期二晚间对中国民航局的店面宣布表达了遗憾并严正的抗议 这里讲怎么回事 由于中国大陆的措施予在2015年启动 叫503航线双方的沟通结果有明显的差距 原先制定这个规则双方的遵守是15年 民航局对此表示遗憾 还抗议对中方这措施可能产生了相关影响 后续处置 就民航局将与相关部门讨论 因为在这些领域有规则 还有些会议规则 有些文本 他就讲503航线是中国在2015年就是马英九执政的期间 那时不叫九二共识吧 马英九领导下和中共勾兑吗 在台湾海峡中线西侧划定的新国际民航路线 就空中高中公路那时候比较好咱都验这个走 别走偏了到时候不事 这个意思啊 管空中这个围急啊 此航线位于上海飞航情报区 距离海峡中线4.2海约7.8公里 台湾方面认为呢 自己航线呢 过于接近台湾中线和台湾敏感空域 减少台湾空域封房预警事件 表示反对 后来经过双方协议同意 将503 就西移了六海里 距离海峡线10.2海里 约18.9公里 就以前比较远 远这样不就安全吗 是吧 现在偏了偏到这边来了 并由北向南单向航行 而东西向全级的东山 福州和下面的W12和W12 还有123等三条航线 占不开通啊 说2018年民进党执政了 中共就生气了 生气了就情绪化了 单方面宣布启用了503 由南向北航线的运行 和相关东西向全级的航线 再次引发台湾政府的抗议 因为这样一天容易出事 对不对 因为台湾因为飞机分明速度快 如果军机的话 那就一两分钟 那就容易出事了 一出事不是打起来了吗 对不对 对台湾法律 预抹去台湾存在 就是美国是一旧采访了一些 大牌的大佬 一些大杆是吧 美国智库外交协会 关系协会研究员 大卫萨特斯 他是这样解释 他说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对台湾发动的法律战 他这也是法律战 试图抹去台湾的法律存在 就台湾不是你们的 台湾我们说了算 航线是我们的 我们爱怎么变得变 这个颇有一点 就当初和菲律宾那个叫牛俄交 那个就是派一些渔船来 骚扰人家 是吧 他现在不敢用这个军机 他在这航线上 民用航空给你整个事来 这个非常危险 这是空中啊 搞不好就干起来了 他说 试图以死抹去台湾的法律存在 这事令人答应 因为台湾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来应对 台湾没有找到怎么办 就像这些人给他 气球放在你空中 美国可以直接给你击落了 台湾敢不敢击落 对不对 而中国战铁也 大陆战铁也没怪 说我上面没有 我是用于和平目的 气象目的 那个 那内心得就政府气得要死了 那怎么办你说 对不对 你打也不敢打呀 是不是啊 人家就这么来晃 其实他那次侦查 大眼珠放一家 上吧 看你家人 隐私的事 是不是啊 这些乱七八糟事 他都知道 啊 每一个细节都知道 我给你讲 这东西厉害 侦查厉害啊 他说我认为 这是我说的 中国对台湾 其他作为的一部分 那就是中国在南中海 以及在其他地方 使用的法律战的脚本 基本上试图抹去台湾的存在 在萨克斯讲的 其实是一种挑衅 说至于中国 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萨克斯认为 其中一个方式 就通过民用航空和海运 就通过这种方式来骚扰 你那你美国没有事 因为这不是军事 不是打仗 是吧 安保条也是讲军事 是不是啊 那个菲律宾他有水泡 你没招 对不对 你看他这样 基本上就是讲 我们要管理台湾周边的空域和海域 因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一部分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中国在走这条线路 我认为就是故意试图矮化 和磨命台湾的存在 改变现状 所以那是令人担忧的 这是这个评论员的观点 这个评论员承认一个中午 他就 就萨克斯讲 他完全预期中国会议 试图加大台湾的国际鼓励 不只是现任蔡英文胜于的任期内 而且在当选赖兴德 就职以后也会如此 他说人们看到脑炉和台湾断交 现在又有船 下一个断交的是 土瓦炉 现在更多的国家都倒下 总共送给他钱 这些压力 他说在赖兴德5月20号 就任后更加严厉 当然还得看赖兴德那演讲当中的什么内容 如果演讲当中延迟激烈的系统 蹦高跳 可能更出台的政策 我认为这都是表面的 深层次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说我们太恶化 逼迫他不得不搞这些营堂 我认为 从不下去你怎么办 怎么解决 你再搞不好就是六四 老百姓解决银行 然后兑现票子 然后不满游行 然后这样流血 他这样讲 把这个 复理这个六四 二次六四 还不如直接 就是以打台湾的名义 国家统一的名义 台独现在搞得很厉害 不打不行了 完成使命啊 闯他一下 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 有这种可能啊 这篇文章讲 第一种是 他的萨克斯分析啊 除了夺取台湾邦教国之外 他已经看到 正在发生了两种形态变化 他说一个是 中国在选后采取什么 具体措施 试图让许多国家 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意思是 按照中国的定义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那与美国和日本 澳大利亚 其他国家 一个中国政策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中国正在试图 让世界上其他国家 遵守他关于台湾的叙事 那是令人担忧的 他又讲到 类似的做法 还包括中国持续 拥取联合国 275号决议 说他已经决定了台湾的命 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这是一种形式 另一个形式是 北京外交孤立台湾的形式 萨克斯讲 就是增加对那些 与台湾没有官方关系的国家的压力 就让台湾在国际委员的鼓励 他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个事怎么解决 台北现在发出声音 他是北京以民航包装的不当的企图 他说在中国民航协谱取消 503航线偏离海峡中线措施 启动120-123玄节航线以后 台湾大陆受援会发三条声明 第一是什么呢 对中国大陆这方面 片面宣传这个措施表达不满 第二是讲呢 疫情过后 中国大陆国际航线 全部复航 现在假装开通相关航线 是为了缓解有关区域的航班 增加压力 保证飞行安全 实际上是未经两岸沟通 启动了什么相关航路 之举呢 不仅罔顾飞岸 不尊重台湾 而且在刻意以民航包装 对台政治 乃至军事的不当起点 他是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 针对中国 2018年1月4号片面宣布启动 M503北向航路 后再次未经协商公布相关做法 这是蓄意制造量 因为他们这样一搞 又可能想来出事 有些人可能就不敢坐航线了 坐航线一旦出事了怎么办 比如走在那一片过去的话 你怎么处理 这是很大的事 这样影响两岸的老百姓的交往 这篇文章最后讲 他说北京当局 他自己的说辞是这样 他说优化的503航线 是为了便于两岸人民的往来 他说是优化 你是怎么办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估计下一步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 也就是我本人认为习近平是在看 就是打不打台湾 搞不搞一场战争 习近平是看看脚下 这个纷云复杂的社会矛盾的 老百姓不管达到什么程度 无力解决的时候 一定就准备破惯了破算 摔了 这是我观点 不一定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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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